Jeff 你說說 你最在乎的是什麼 他介入你生活太多嗎 或是介入你的事業 就是 我前一天才跟他溝通 開車之後我跟他講 我說老婆我沒有在批評你 但你其實真的要接受 你個性有一個特質 他就說什麼 我說你有控制慾 我說這不是批評 控制慾代表你個性 是喜歡掌控一切 那你了解 然後接受他的話 你想講這句話應該 很久了 沒有 我車門已經準備要開了 很害怕 對 很害怕 可是他生氣我比較跳起來 那你跟他說他有控制狂 然後他馬上說我沒有控制狂 我怎麼會有控制狂 我才沒有 然後我說你就是有 但你接受的話 你生活會比較輕鬆 然後對自己認識多一點 我們溝通上也會比較容易 這個是滿極端的 他的個性是因為從打掃清潔 沒有 因為我理解 他就是一個很獨立的人 然後他非常喜歡自己親手完成事情 所以對他的專業 跟他自己在乎的理由 我覺得都尊重你 沒關係 反正我能幫忙就幫忙 可是他有時候控制狂道 連我的專業他都要伸手進來說 這樣對 包含你現在的 譬如說我在教學生做這個動作 怎樣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學生可能有一個動作 他說你剛剛那個不對 你教我的時候不是這樣教 你應該是做釀做釀 然後我就看他說 這樣誰是教練 不是這個意思 我就跟你講 你應該這樣做 我說那等一下我先把他教好 這個會 學生會影響 學生 沒有 學生不會影響 學生知道我講的才是對的 對 學生也會很為難 因為他雙重標準你知道嗎 比方說他會要求我做到 接近滿分的那個程度 然後我會試著去做 可是他就會 讓他的學生做20分 然後他會在旁邊說 好棒 可是我可能已經做到7 8指分 他說你不對啊 又不對啊 就會一直嫌 那我就會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你資質太好 你的落差會不會太大 明明就都同一起開始運動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因為你知道我心裡是滿分的 所以一定要最高的標準 這句好難反駁 對 你就是格鬥情勝了 沒有 這句很難反駁 沒有啦 認真講 認真講 好 認真講 有些學生來 他們真的是身體健康 打開心的 打趣味的 希望流汗 健身的 然後好玩 他其實一直有一個夢想 是他想當選手 所以我就用選手的標準要求他 可是 學生有些就是 來練 真的比較沒有天分 我不可能要求他說 你現在這個腳給我轉好 還差5度轉出來 手再伸長5公分 不如一直這樣講話 這樣學生會嚇走 對 他會沒有樂趣 所以就打 他只要身體動得起來 打得開心 有流汗 我說很棒 很棒 進步了 然後他我就會說 你這個東西要做好 這個東西要做到什麼程度 可是一開始他想要當格鬥選手 這應該都是約法三章說 你會很嚴格 對 我有跟他講 我說老公跟教練的身分 必須你要能理解是兩件事 我會用教練的身分要求你 只是說你資質太好了 我必須說 一開始我真的不平衡 因為我覺得他雙重標準 可是我之所以會干涉他是因為 我覺得他有時候做事 真的不能這樣 然後像有時候他就會勉強自己 比方說他已經累了要死 比如說他已經比完賽 比完賽告一個段落 他還是不要休息 他還是要訓練 他還是堅持要做一些事情 我就會 我其實不是要干涉他說 你不准做什麼 而是 而是你已經就幾歲了 你的身體就沒辦法 負荷那個狀態了 哇塞 我說老實話就是 我說老實話就是 當我看到我老公在跟一個 譬如說20幾歲的 在拚命的時候 20幾歲的復原超快 但我老公可能要休息一陣子 我贏 可是這是一個真的很現實的問題 這真的是很 所以我就說你要不要 就是多一點時間 讓你的身體回復 休息夠了 我們再去 我沒有不讓你做 只是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我期待 Jeff他可能也有要規劃 要打一個很經典的退役賽 對 他有在計畫 我希望你挑的對手 挑個50歲的好不好 哪有這個禮拜 獸靈武生 對 Jeff的對手就決定是胖 就是胖了 不是 太沒挑戰了 對啊 什麼都只這樣 對 OK... 這是他們的生命 因為這個 當然我都是出自於愛 就是你們有一些關心 都是在關心對方 可是方式就是比較 因為 用自己的方式 交往久了 對 有時候很急 之間太熟了 有時候碎唸 可是都是出自於愛 不要這樣就知道他是對我 為了我好 因為Jeff他是 我覺得在台灣來講 是很難得的選手 他現在也在做一個推廣組 他辦比賽 辦很多 為下一代 建立一個這樣的格鬥的 至少是一個產業 但很辛苦 他自己是選手 也要當後面人 沒有看過 打完以後自己還要收一次的 就是他 就是他 他是還滿感人的 也會想要有一個經典的推 對 現在就今年趕快努力 然後如果答應了 希望投入更多時間在家裡 所以可能就 是 預計是今年推移嗎 今年 我覺得可以的話 我買票送觀眾 好不好 一起去看你的支持 謝謝Helen 有夢好不好 一定要去支持你們 麻煩 頂 希望 好 我們 相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